大家好,这里是鲁迅在府省门内西三条的故居,就是著名的老虎尾巴,墙外有一棵枣树和另一棵枣树的那个院子。 鲁迅估计有很多处,从绍兴到日本,再到北京,上海,广州,厦门都有,不过有独立房产证的就这么一处,八道弯那个房子后来归老二了,剩下的都是租房住,每月得交房钱。 北京是鲁迅成年后居住时间最长的城市,前后十四年,前七年他在南半截胡同绍兴会馆租房住,1919年他回到老家绍兴,把祖宅的最后几间房子卖了,然后拿着钱在八道弯买了个四合院,全家都搬了进去。 到了1923年,兄弟闹翻了,鲁迅带着媳妇和老太太搬了出去,第二年花八个块钱在西三条买了这个小院。 鲁迅亲自设计装修,他让人在正房的北边接出一间,装上了玻璃窗,对着后面的小圆,这就是著名的老虎椅吧。 他在这间屋里创作了野草、坟、昭花西石、华盖吉等作品。 西三条的小院虽然不大,但十分清幽。 鲁迅在前院种了丁香,后院种了刺梅。 后墙外的两棵著名棗树,后来被人砍了。 当时住在一起的是他们家老太太鲁锐,还有他的正妻朱安。 有时候鲁迅下班回来会买个点匣子,先给老太太挑,然后给朱安挑,最后自己再吃,就跟孔荣让离似的。 徐广平当时是鲁迅的学生,也常来这儿串门,后来俩人一块南下去了厦门,留下了老太太和媳妇住着。 鲁迅定期寄钱过来。 1936年鲁迅去世后,朱安把这个院子的房产转赠给了周海英。 1947年朱安病故,这个院子已经无人照管,鲁迅的朋友托关系将院子封存,里边的书籍和遗物都保留了最原始的样子。 1949年10月19日,鲁迅逝世纪念日那天,古居正式对外开放。